带着许久的叛话 历经整修的种种惊奇 还有满满的感动 12月10号上午10点30分 台中教区园林圣体堂 举行了整修完成后的启用感恩弥撒 由苏耀文主教主理 主任斯多、许瑞文神父 以及特别前来的高征才神父共济 园林圣体堂在1953年 由科首义神父新建落成 如今走过70年的风雨岁月 在历史痕迹中 许多建筑物已经边边角角都需要修缮 经过多次讨论滚动式的修改 在天主恩赐的许多惊喜下 除了保持旧有的传统 也融入了新时代的思维 整修后的天主圣殿 终于和大家见面 主里的台中教区 苏耀本主教在讲道时说 如同我们在刚刚的一个典礼开始 我们唱 我们感谢天主 我们进入上主的圣殿 在那里 我们在天主的朝场里面 我们得到了胃养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悔改 那悔改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说悔改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消极的 好像我们痛悔自己的罪过 还行自己的不足 回心向上 但是我们教会邀请 我们的悔改是更积极的 我们的悔改不是因为怕天主 怕下地狱 而是我们的悔改就是 我们接受天主的爱 我们要相信天主是爱我们的天主 我们被创造的目的 天主就是真善美胜的天主 如同我们的圣堂一样 我们可能用了七十年 那我们需要补补修 那补补修修 我们以为好像只有简单的 好像换个屋顶 后来发现不对 经过这个发现 如同我们的悔改一样 就是天主圣神 他的爱 他要来修补我们破碎的灵魂 刚好我们也是圣体堂 真的有时候 天主的恩宠真的很奇妙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 准备生体大会 明年生体大会的一些活动跟敬礼 那我们也感谢天主 我们今天某方面 也是我们跟高雄教区一样 我们开始 为了生体大会的准备 九个月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开始 从开始的感动 到完工的感谢 天主在圣诞节前 给了圆灵天主堂 最美好的礼物 全体教友在赞美天主的歌声中 都决心全心归向天主 天主 明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